早上醒来,美女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哈欠,哟喝,居然打出了动听的歌声,她有点懵,于是想下床看看,结果,起身一看,挨我擦,一米八的大长腿,咋变成了鱼尾巴,她彻底懵了个蹈儿,难道是自己没睡醒,然而下一秒,好家伙的,看把她给缠的,这可把小美给吓坏了,然后,今天给大家带来,我的人鱼之恋, 看看美少女与美人鱼的故事,如果喜欢,请您点个订阅吧,故事要从几天前说起,小美是个妥妥的白富美,生日这天,老爸送她一座人鱼岛,她和朋友上岛游玩时,遇到一位神秘的老奶奶,她警告小美,要敬畏大海,否则会受到报复,小美不以为然,只当是遇到了骗子,潜水的时候,她在海底发现一个新型石头,这时, 这把小美给吓得,她赶紧扔了石头,刹那间,天空变得万里无云,水母也逐渐消失,因为过于紧张,小美因为缺氧而沉入海底 危机时刻,小美将她就回了岸上,好在是有惊无险 晚上睡觉前,小美发现腿上好像有鱼鳞,她以为是接触水母造成的,涂了些药膏,就直接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就出现了开头的一幕,她赶紧向老妈求助,却发现无法正常说话了 一张嘴就是动听的歌声,老妈以为她再瞎胡闹,也配合地唱了起来 这时,自己又被猫猫盯上了,这是要开饭了呀 没招,赶紧躲到厕所吧 刚好就遇到了来找她的小美,俩人都吓坏了,小美直接就晕了 醒来后,她发现自己躺在了床上 小美正在好奇地研究着鱼尾巴,虽然不敢置信,但是振振的鱼心味儿,让小美不得不幸 弄清了事情原委后,俩人决定回任鱼岛向老奶奶求助 到了海滩后,才得知,刚刚有飞机坠海,船只都去参加救援任务了 眼瞅着人鱼岛,失去不成了,小美灵光一现 自己不是美人鱼吗? 然后她就发现,自己不仅游得飞快,而且还能在水下呼吸 一转眼,她就到了人鱼岛 小美并没有找到老奶奶,却意外发现了奄奄一息的红衣帅哥 这不是网红渣渣哥吗? 小美立马就恋爱了,赶紧为她包扎了伤口,然后就在渣渣哥旁边睡着了 第二天醒来后,挨我擦,一米八大长腿,又回来了 这时,急救队赶到了这里 随后小美救治网红的新闻就出现在各大媒体头条 这把小美给高兴的,女人开心了就是购物呗 就在她进入更衣室时,大腿又有些发痒 下一秒 小美崩溃了,咋还没完了呢? 她赶紧给小伟打了电话 虽然听不懂小美在说什么,她一下子就明白发生了什么 回到家里,俩人查阅了大量美人鱼的童话故事 终于找到了规律 随着太阳落山,小美会变成美人鱼 转天太阳升起后,就会恢复人形 根据故事里的情节,破解方法也很简单 那就是来自真心爱人的一个吻 这天,在一个演唱会上 小美再次偶遇了渣渣哥 对方也认出了小美 转天,渣渣哥开始和小美约会 很快,渣渣哥和小美就成了恋人 渣渣哥也线上了一个吻 然而,红话故事里的一幕并没有发生 小美很疑惑,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渣渣哥并不是自己的真爱吗? 为了验证一下自己的猜测 小美把约会时间定在日落时分 并说出了真相 渣渣哥当然不信 随着日落的一瞬间 渣渣哥吓坏了,撒腿就跑 看来自己的猜测是对的 小美非常伤心 一直这样隐瞒也不是办法 她决定告诉父母真相 结果 这让她更难受了 只好独自回到了大海 也许这里才是自己最好的归宿 最终,她在海底找到一个洞穴 并将这里改造成了自己的城堡 只是冰冷的海水 时不时地让她感到孤独 这天,正当她坐着发呆时 原来是小美 你怎么会来这里呢? 原来,她始终没有放弃小美 在老奶奶的帮助下 她也找到了新型石头 然后也变成了美人鱼 小美很感动 原来,自己苦苦寻找的真爱 一直就陪伴在自己身边 电影的最后 俩人并没有变回人类 而是在大海里 过起了无忧无虑的生活 很多人一生都在寻觅真爱 却往往忽略了自己身边的人 很多时候,真爱就在你身边 你为何假装看不见呢? 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话点个订阅吧 我们下期再见